嗨我是Oprah 今天呢就是因為我明天早上就要搭那個普悠瑪 下去台東去我好姐妹的婚禮 所以呢今天就是一個Vlog 就是帶大家走一整天的行程好不好 然後下禮拜五個國家的妝容就會上限了 你知道要怎麼樣吧 看五遍 That's right 然後呢我有一個很興奮的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之前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Tiffany的YouTube 他就反正就是Tiffany在YouTube應該很紅吧台灣的Tiffany 他呢就是之前在英國的時候還是美國 他就有說基諾奶茶非常好喝 我本身是一個奶茶控 可是因為我現在就是在減肥所以不太給自己喝奶茶 但是呢我就是 因為MC快來我就是會小那個你知道 招待自己一下 所以我昨天去那個全家的時候一轉過頭 基諾 立刻拿了兩包 我跟你們說他喝起來就很像是 日本的皇家奶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 藍色包裝 喝起來非常非常非常像 可是日本的皇家奶茶 那一包大概要兩三百塊台幣 這個有六包才六十塊而已 大折 六十塊 太划算啦 但是因為奶茶就是有點胖 因為畢竟他還是說他是奶精粉嘛 所以一定是胖的 所以就是可能三個月喝一次啦 好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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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要跟你們說 很多很多很多人看Canmake的那個影片 一直問我 這個帽子去哪裡買的 這個帽子呢 是我好朋友 在那個韓國人穿機場的暗逼 商店買來送我的 因為他就知道我很愛看棒球嘛 然後這個又很浮寬 你知道後面有一些雕花刺繡什麼的 所以他就買來送我 然後那天我就是拍Canmake那個 我就覺得粉紅色的很適合我就帶了 沒想到造成絕想 我大概已經收到至少十五個死訊了吧 所以就是 原來紅的就是這種感覺嗎 哈哈哈哈 好啦那是在人穿機場買的 我現在就是一頭亂髮 然後準備要開始化妝 然後這次出去呢 我就不想要帶太大的化妝包 就是我以往那個阿進介紹的那個MAC的化妝包 所以我又把我之前的那個三宅醫生的化妝包拿出來 因為我覺得這個超好妝 就是它是軟皮 就是可以很好控作 來跟你們介紹一下我的 旅行化妝包裡面有什麼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就是我最近很愛的試底乳 然後因為我最近覺得我的臉不暗沉 但是有一些泛紅 所以我就會拿綠色這一罐 然後呢底妝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台東可能太陽會非常大 所以我就還是帶了The Body Shop 這個SPF有50的防曬 我覺得就是比較安心 然後底妝的部分 因為我前陣子都在用1028的氣墊 但是我這次又想要回粉底液 就只要是比較重要或者是比較誇張的場合 我都會想要用霧面的 所以我是用KATE的Powdery Skin Maker這一款 我超級超級超級愛 我會把我試用放在連結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這個是Essence All About Matte Fixing Compact Powder 這個是新的我還沒猜 我就想說趁這次來試試看 我真的每次都神農式百草都是在很重要的場合 我就想試試看這個蜜粉定妝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很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我的Kavin Alcon修容 這一盤是全新的 我才剛打開 因為我舊的那個就是已經水溝溝 沒辦法再用了 所以這一盤是全新的 然後呢我來看一下 睫毛膏的組合呢 我原本是用RMK跟那個KATE 然後我這次因為覺得那個RMK已經有一點點乾掉 所以我就拿我這個蘭蔻的Waterproof跟那個KATE 蘭蔻也是我心頭好 再來打亮的部分 我就是準備這個EG Lips 因為我覺得這個膏狀打亮 就是比較不會出錯這樣 因為你有時候亮粉打亮沒有抹開的話 看起來會你知道有點鬆鬆的 然後腮紅的組合呢 我就是帶倩屁的這個Cola Pop 跟那個Canmake的PW40 然後倩屁最近出了什麼Honey Pop 我超想獲得 可是又覺得不知道是不是要等很久 所以我今天會陪我朋友去買母親節的禮物 會去信義 我們在瞬間來逛逛 就是我有推薦什麼可以送母親節的禮物好了 然後眼影的部分呢 我就是你知道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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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簡單 我眼影呢 就會用Cola Pop這個紅色 搭配這個BBIA KASHMIA的眼影 這個是02號的亮粉色 就這樣 That's it 我眼睛不會太誇張 因為我的重點是睫毛 我每次重點都是睫毛 然後眼線的部分就是不用再說是誰 來我聽聽看 That's right 就是Clio的Q Brown 然後眉筆 我最近就是在用Excel 想把它用光了這樣 就沒有什麼特別好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 一定要帶的就是眉毛產品 OK我們家的時鐘 現在會想12下 因為12點了 OK12下想完了 我就會帶那個 資深堂的眉刀 還有這個 就是鑷子 因為你到重大場合之前 一定要就是 plug your eyebrows OK 然後刷子的部分呢 非常的minimal 我就是帶了一個這個 這一個可以用眼影 然後這個呢 是我用來修眉毛的那個 線條的 然後這個就是 腮紅刷 Etude House 之前有介紹過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Sephora的刷子 我是用來用KB Alcon刷鼻影的 然後還有呢 這個就是Sigma的F25 用來用KB Alcon修容的 再來就最後最後一個就是 Shiseido的夾睫毛的 就這樣 欸很多人說 他們覺得我的眼鏡很好看 我的眼鏡就是在我們家樓下 就真的是literally樓下 早餐店隔壁的眼鏡行挑的 而且我那時候挑老闆還覺得 哎呦你怎麼挑這麼大幅 然後我就想說 嗯 我覺得可愛啊 超便宜的配完 好像也才一兩千塊而已吧 現在這樣子呢 就是畫好KATE的這個 Powder Skin Maker 我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妝感 超級超級美的 就是它雖然是霧 但是它也沒有到太霧 它一樣是有一點點光澤感 然後因為我今天就是唇啊 然後跟鼻翼旁邊比較泛紅 所以我就用1028先校正 非常喜歡 如果你現在有缺釋底乳 或是你想要校正功能的釋底乳的話 可以去找找看1028 我覺得它藍色的 校正泛紅很好用 然後粉紅色那個 用來提亮效果也非常非常好 嗯 好漂亮喔 欸我今天的眼睛呢 就是用那個Colapop 然後搭BBIA這個 二號的亮粉 我覺得很美耶 所以就是其實 像我以前就是會追求一定要戴一個 很像調色盤的眼影盤出門 但是現在就覺得 其實會畫的人什麼都畫得出來 然後我現在用眉筆畫 然後我最近喜歡我的眉毛 是比較沒有弧度的 自從畫了那個日本妝的那個 就是仿日本妝的眉毛之後啊 現在就是很喜歡這種 就是弧度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 看起來很 清淡的眉毛 這邊是還沒畫 這邊是畫的 好現在已經畫完 然後我的這個修容 就是這邊 用Cavala Cron de也稍微畫好 就是 鼻樑的部分也畫好了 然後呢 我會再用那個 一點點 一滴滴粉底液去修一下我的眉毛 因為我這次梳門 我沒有要戴那個 遮瑕 因為我最近就是 沒什麼好遮的 最近皮膚狀況上還不錯啊 就是沒什麼好遮的 就把剛剛那個我覺得 不是我想要的形狀的 眉毛眉尾 稍微清一下 有沒有 很明顯 就是一清好以後 看起來就會比較利落 這個筆也是 Etude House 我之前在我刷具介紹裡面有介紹過 就真的是很Random的買 唉我怎麼一直繞英文啊 耳不耳心啊 就是很隨性的去買了一個這個 刷子 結果我鼻樑好用啊 喔畫完了非常的美 話說昨天就是 我帶我們家狗去散播的時候 我就走出我們社區 就看到社區貼了一張公告 之前不是有跟你們說 就是我們家社區 就是有人裝修嗎 就在我們家隔壁 以及我的正樓下第二層這樣 然後它之前是 二月底三月初貼的 說它的工程會進行到四月底左右 然後我姐也跟我說就是 鑽牆通常就鑽個一兩天這樣 可是它就是鑽到現在 它都還是在鑽一個禮拜 大概還是會鑽個三四天左右 我就想說 OK我也沒有辦法走 因為人家就是已經貼出來了 結果它昨天貼什麼 它覆蓋了一張在上面說 因為工程延期的關係 就是工程延至七月底 欸我自己往後退 思想嚇死誰啊 到底有誰可以 就是從 從三月底一直鑽鑽鑽鑽鑽 到七月底 而且一開始只是說要裝修廚房 我 你廚房是有八十筆是不是 氣死我了 然後我昨天就去樓下 我就想說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結果樓下就有一個媽媽大吼 就是在警衛司看到那個公告派也是大吼說 太誇張了吧 到七月我 耳朵真的要爆炸 然後我就很想去擁抱那個媽媽 想說 終於有人了解我的感受了 就是一般在外面上班族 你可能真的不會聽到 你可能就是早上被吵一下下 然後你就出門上班 然後下午五六點回來 其實他們已經結束 所以他們五點就會結束 可是像我這種在家工作的人 我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被轟炸 就中午十二點他們休息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這麼熱 這世界怎麼是蠻近的感覺 這感覺 那頭髮包再去剪短一點 現在他就是到一個要長不長 要短不短的階段 這樣怎麼看起來還蠻美的 跟阿如來出門就是要吃麥當勞 上次吃了黑牛 今天吃辣醬脆雞紅包 我們來看他有多紅 來阿如跟我看多紅 很痴 我跟妳說廣告不實 那廣告根本完全是一個粉紅色 它根本就是一個 像是一件白色衣服被染色的感覺 這個 蛤 蛤 蛤 好吃嗎 他應該就是進辣雞腿堡 然後把他的麵包 稍微灑一點草莓醬在上面 他說是甜菜跟漢堡 但是我是感覺不出來 然後我們跟著流行買了這個 瑤瑤球 太辣 Juicy你有看油嗎 啊有啊這裡面比較粉紅 我吃一口看看 這個麵包的菜味好甜 雞肉真的是Juicy 然後麵包有點鹹 辣啊 辣 辣 你有吃辣味嗎 你有吃到紅紅的醬了嗎 我剛剛還沒還沒有吃吃看 我鼻涕要留下來 是不是很辣 辣欸 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點的是瑤瑤雞 配上這個蔥辣風味的這個粉 我已經完全知道這是什麼粉 這就是 滿漢大餐泡麵的那個粉 味道一模一樣 如果你愛滿漢大餐 你應該就會愛這個蔥辣口味 配這個瑤瑤雞 一模一樣 你聞 真的一樣 它就是滿漢大餐的粉 很嗆 還蠻好吃的 嗨 嗨 嗨 我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 底瓜 底瓜好吃 讚讚 好了可以放我下去了 帶弟弟散步 弟弟啊 弟弟 好來基隆吃阿玉 阿如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 三十 弟弟啊 弟弟 我剛剛吃了很多 我還睡覺了 所以起床 起床就贏了 對啊 後來就贏了 弟弟你要喝奶茶嗎 喝奶茶嗎 奶茶可以喝嗎 可以喝奶茶嗎 我才一歲 不能喝奶茶 我才一歲 是不是小哥哥 我現在人在車上 完全是一個保姆 我們家弟弟就是看到他爸爸媽媽下車 就是一直在哭 可是因為爸爸媽媽要去工作啊寶貝 你只能跟阿姨待在車上好嗎 他一直說 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吧 沒辦法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個保姆 我在顧狗狗 現在時間其實已經快到晚上11點了 但是我的Vlog還沒剪 所以我等一下回家會努力剪 可能就是明天早上或是今天半夜上船 大家要記得看喔 好啦我明天就要去台東了 所以明天也不會有影片 就是這個禮拜因為真的比較忙 再加上你知道要出原型 我以前試圖在普悠瑪上面工作過 OK半個小時之後我去廁所吐了兩次 所以就是我這次完全不會做這件事 我在普悠瑪上就是會睡覺跟一直看窗外 好啦那我們就下禮拜一見囉 然後記得Melly Melly的面膜還沒買到 趕快去買 我今天已經收到我的三盒了 爽我去台東就可以敷了 掰